符合市场的预期 美国重返扩张 英国攀迪两年多新高 欧元区也持续成长 制造业起神报喜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您接下来收看的是 齐开得胜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华财经台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大家固定利用 每天晚上的八点 以及早上的七点半 收看我们齐开得胜 我是张家豪 在昨天的节目里面 跟我们所有齐开得胜的观众朋友 去做了一个分享 告诉各位 为什么期货 你操作 常常会遇到一些困难 让你还没有去赚得到钱 其实造成了 很多观众朋友 一个热烈的回响 因为大家都说 老师 你真的是讲到 我心中的一个难处了 所以今天要持续的 跟各位去做一个分享 帮各位去破解掉 你在期货操作 所遇到的一个困难 而跨入一个真正赢家的门槛 指数交易最主要亏损的原因 不外乎是这八项 昨天阿豪跟各位分享的是 第七项技术分析工具的使用错误 大家都心有戚戚焉 好 今天阿豪要跟各位去分享的是 在确定趋势后 在进场去交易 这个通常是造成亏损 主要的一个原因 我就问各位一个问题 各位观众朋友 你觉得现在的加权指数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 或是我问的比较精准一点 你觉得现在的加权指数 它到底有没有走出一个趋势了 我相信这时候大家心里面 都会有各式各样的答案 可是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让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去感受 去体会 原来是当趋势在确定之后 在进场去交易 最后通常会得到亏损两个字 我就举刚刚发生的一个案例 来各位 在9月13号 在9月13号市场上大家都看到 出现了一个穿头破底 穿头破底它代表的两个意思 第一个当它突破前破的高点 大家会很乐观嘛 乐观在这个地方 会把空单停损开始进场去买多 可是买多之后 你发现它出现了一个假穿头 而且真破底 到9月13号这一天 它又跌破了前破的底点 大家就又想说 哇 那假穿头真破底 那接下来一定是要再去做一个追空 可是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仔细的去观察 在9月13号这一天 它盘中的低点是多少 8885点 如果说你在当天 你判断出来 哇 它是一个趋势形成了 是一个假穿头会增破底的话 你在8885点这个地方 去做放空的时候 各位那你会得到的是什么样的结果 从跌破了8900 到现在的高点9300点 一段四百点 对期货操作者一段四百点 如果看对了是整碗烫掉了 如果看错的是一次就完完了 所以各位如果说你在趋势确定完毕之后 再去进场交易 在这地方去买多台来三百点 在这个地方不死心 空单停锁完毕之后 在这地方再去做 再去做一个放空的动作的时候 各位这样又撞起来 又四百点 那会不会造成自己的一个重伤害 我相信这个是市场上很多投资人 会去尝到的一个痛苦点 可是如果是你看阿尔老师的节目 阿尔老师会怎么样去跟你讲 同样是在9月13号 同样市场上大家告诉你是穿头破底 可是阿尔老师告诉你不一样的地方 在什么地方 它是一个穿头破底 这个是市场上大家看到的 可是它是架构在扩散洩行的架构之下 如果它是扩散洩行的穿头破底的话 各位那要怎么去做一个操作 来什么叫做扩散洩行 两点连线延伸的这个洩行上缘 在这个地方要去放空 所以当两点连线延伸的这个洩行下缘 当9月13号这天打到了8885点的时候 那在扩散洩行架构之下的穿头破底 这个是空点 还是一个全力买多的点 很多人或许会在当天 这样子告诉你的时候 你还是会说老师那个盘是真的很可怕 你会不会只是赌一时的那个运气 告诉我们在8885那个地方 它是洩行下缘 在那个地方可以全力去做一个买多 9月14号 9月14号 我持续告诉各位什么 这是一个穿头破底 没有错 可是它是架构在扩散洩行的穿头破底 如果你在扩散洩行的上缘 这个地方放空下来300点 OK 可是如果123你在这个地方你要去放空的时候 各位那你一次的误判可能会让你全部就完完了喔 在洩行下缘要怎么做 全力的去买进多单 因为它是洩行下缘 那如果说在8885这个地方去买进多单的时候 各位你看到的 到了9月29号 你看到的 这是不是一个绝佳的买点 为什么它是一个绝佳的买点 因为它是洩行的下缘 各位光是一个扩散洩行 这样300点 这样就400点 这样加起来已经700点超过了 可是就在9月29号 当天又创下波段新高点 今年的反弹高点9303的时候 好再次告诉各位什么 它仍然是架构在扩散洩行的这个形态之下 所以当指数再继续往上攻高 来到9303的时候 各位 我告诉你 K线暗示9194它必然在线 如果你在9300点以上 你非常笃定的知道 这个盘式至少会拉回来 跌破9194点的时候 那在9300点以上 你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选项 我不知道 可是我尽力的提醒 在K线暗示 9194必然在线的前提之下 这个过高 它拉高出货的动作非常的明显 所以期货指数操作逢高放空 才会有利可图 今天它再度往上攻高 在9月29号 攻高到9303的时候 大家又乐观了 可是它仍然是架构在扩散线型的线型上缘 而且熬的绳子K线告诉我们 9194它一定会让我们在看到的时候 那是不是应该在9303的这个地方 全力去做一个放空 好 那放空之后 大家就想 老师 那你说的算吗 真的会拉回来到9194吗 它又再度往上攻高了 各位隔天隔天它有没有拉回来到9194 隔天它拉回来不止到9194 而且直接杀到了9160 所以我想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很多人会想 老师原来我们在期货市场上 我们还没有赚得到钱 原来我们常常是踩入这样子的一个陷阱里面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 有时候现在你说机会操作很简单吗 它其实是很单纯 可是你如果抓不到那个诀窍的话 各位那在踩到陷阱的时候 各位那是常常看得到吃不到 一进场又被咬一口 那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得不偿失 就好比 各位我们再看一次 在这个地方 在929号的这一天 当指数在创高9303 你会不会想要买多 我相信你会很想要买多 可是阿豪告诉你 它至少会拉回来到9194 在这个时间点 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项 我不知道耶 我不知道耶 在9300点以上 如果你很笃定知道 它会跌破了9200 那在9300以上不是全力放空吗 那不是 好 再来 9194有没有破 有啊 不只破 而且还破到了9160点 可是就在它跌下来9160点的时候 阿豪告诉你 另外一个机会 神智K线它又告诉我们 这个点位必然在线的时候 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项 这个是阿豪昨天跟你讲的 你说阿豪老师 可是他今天又持续在往上攻高 今天没有马上让我们看到 你说的那个K线暗示必然在线 可是他又持续在往上攻高 可是我们又看到他好像又来到 扩散泄行的泄行商员了 那在这个时间 如果真的要赚钱的时候 那到底应该要做出什么样的一个选项呢 各位我不管你是怎么样去做 可是在这个时间点 你期货真的要赢钱 你只能够做一个动作 那就是赢家新法告诉你的事情 你必须在适当的时机 建立合适的仓位 不用太早 但是也不可以太迟 那很多人就会很困扰 老师那什么叫做在适当的时机 建立合适的仓位 各位其实大家都是很自由的 你可以选择自己很努力 很努力去钻研 去找到那个适当的时机 建立合适的仓位 那你一定是赚大钱 当然你如果说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你也可以有一个更轻松的选项 你就跟着阿浩老师一起并肩作战 用阿浩老师的带领 帮你去掌握住一个适当的时机 那你说阿浩老师 如果是我跟着你一起并肩作战 可是我又是那种很用功很用功很认真的一个 一个投资朋友 我想要学得一技之长 将来就靠这一行吃饭的话 那有没有一个更好的一个选项 各位其实我们的会员朋友 我们的会员朋友里面 其实有很多人都是很认真的 机会要探紧虽然很单纯 但是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我现在在这个地方插个题外话 很多人从节目开始就一直盯着这一行 老师什么呀 这双十好礼一加一 各位下个礼拜 是不是我们中华民国一年一度的国庆日 也就是我们国家的生日 这是大家都普天同庆的 大家都很开心 可是在当天10月10号当天双十节 也是阿豪我个人的生日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阿豪也予有荣烟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节日 那阿豪也在这个地方 因为一年难得就遇到这样子 一年就这样子一度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也我心力学的 把我平常我所编辑我所录制 一些很对于期货操作 真的很有帮助的一些东西 在这个样的一个节日里面 要献给我们 要跟阿豪老师一起并肩作战的 所以光辉十月 一个很大的豪礼 一个国家的生日 大家很高兴 更重要的是 阿豪也是在这一天与有荣烟 也是阿豪老师个人的生日 所以好礼一加一要献给 跟着阿豪老师一起并肩作战的 那什么叫做好礼一加一 阿豪老师你每次 你不知道就随便举一个数字 然后又呼嚨我们什么叫做好礼一加一 那各位我给各位看一下 实际上你可以拿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那各位我们直接来看 因为阿豪我既然要给各位的东西 就是我平常我吃饭的一些家伙 来 其实大家在看完节目之后 看阿豪老师的节目一段时间之后 常常会有一种感觉说 阿豪老师为什么你可以算那个点数 或是抓那个趋势的转折 可以抓到那么准 我常常用的是一个形态 我常常是用形态去做一个剖析的 很多人在节目上你看到的是 阿豪我用功完毕之后的答案 告诉你老老师真的是很准 真的很准 可是我要让各位 你得到的是 我到底是怎么样算出来的 我到底是运用什么样技巧去算出来的 我们就举这一波 来到9月29号 它看大家看到很明显嘛 它是一个扩散卸行嘛 扩散卸行到底有什么好处 各位卸行上缘 这样下去300点 卸行下缘做多 这样起来就400点 那到底有什么好处 这样300 这样400 你觉得呢 你觉得有什么好处 形态中不重要 形态对于我们的一个真正赚钱 到底中不重要 我相信这个是大家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 可是我要告诉各位 形态百百种 但是真的对期货操作有帮助的 卸行你一定不可错过 除了扩散卸行之外 另外还有两个卸行 这两个卸行 你如果把它学会了 在期货的操作上 各位那你简直是如鱼得水 那讲一句比较 比较坦白的 你光是把卸行学会 你操作期货你就可以很快乐 我们不可以说你就可以不用工作 那各位 但是另外两个卸行在什么地方 在形态不求人 旗子形态 这个DVD里面 会介绍另外两个 你在期货操作很重要很重要的 另外两个卸行里面 所以这个DVD 各位无论如何 你如果真的有心想要在这个期货市场上 一展伸手的 这个一定要拿回去看 这个是第一个好礼 那另外一个好礼是什么 另外一个好礼是什么 来 各位 第一个好礼就是形态保典 形态DVD 那另外一个好礼是什么 各位 这个就是真的很有价值的东西 来 9月29号这天创高 可是阿豪告诉你 神之K线告诉我们 9194必然在线 你在当天或许会想说 怎么有可能 那真的会够压来吗 可是隔天 你马上看到 不只让你看到9194 而且从9303直接灌到了9160点 你问阿豪老师 那个神之K线真的是太神了 那神之K线到底你是怎么算出来的 在这里 它是趋势最终系统里面的一套工具 神之K线理论 所以各位 今天我们一年一度 我们中华民国台湾的生日 这当然是与天同庆 而且也刚好是阿豪我个人的生日 所以双十好礼一加一 你跟着阿豪老师一起并肩作战的 各位 这两个东西 阿豪平时偶心力学的力学之作 一并的奉送到你手上 那到底要怎么样把这两个东西拿到手里面 等一下 我们的一个服务人员 赶快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做进一步的咨询 但是这个 好礼一加一 我们有限定分量 我们有限定分量 因为这真的是很重的一个成本 好各位 那好礼一加一 这个是一个重点 你如果真的很想要学习的话 但是最主要跟着阿豪老师一起并肩作战的是 你要在适当的时机来建立合适的部位或仓位 不用太早 也不能够太迟 那到底什么样的一个适当的时机呢 阿豪会怎么样带你在适当的时机建立合适的部位呢 我们就举从9303下来到9194的那一段 来 9月29号这一天 10月的台子期 10月的台子期 在9月29号这一天 它是不是也来到这个扩散卸行的卸行上缘 在卸行上缘 你要赚钱 你当然就只有一个选项 叫做空嘛 叫做空嘛 所以9月29号这一天 跟着阿老师一起并肩作战的9268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放空 好 那9268放空完毕之后隔天 隔天我们要做多 为什么要做多 因为阿老师从9268到9140 这样很多 对啊 但是这个就是适当的时机 为什么阿老师你知道要在9月30号这一天 要在9140那个地方去做个买进的动作 各位 因为阿老师已经算好了 9月29号这一天 我们就规划好 在9月30号它的支撑是多少 9140嘛 所以我们9268放空完毕之后到隔天 9140这个地方要做什么 9140要做什么 是不是要买进多单 9268空下来 9140买多 买多之后呢 来 今天到10月3号 10月3号我们规划 10月4号压力是在多少 9254 那压力要做什么 压力要做什么 9254放空啊 是不是9254放空 阿老师 那9254放空 今天真的有到9254吗 我给各位看啊 今天最高点是多少 9259 你说阿老师 原来这个叫做 再适当的时机 建立合适的部位 9268空 拍下来 9140买多 9140买多 9254 9254个半空 结果今天最高点9259 这是不是在适当的时机 建立合适的部位或仓位 不用太早 但是也不能够太迟 所以各位集合的观众朋友 你真的想要赚钱 你要练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功夫 你要练的就是在适当的时机 你真的敢去出手 而且你要非常有自信的敢去出手 把市场上的一个机会钱 把它抓到口袋里面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 在这地方再次给各位一个鼓励 因为大家都是有缘分看到这个 齐开得胜的一个节目 各位 事情做不做得好 是能力问题 所以各位 你一定要加强你的能力 我们坦白说 你一定要很努力 你才赚得到集合市场上的钱 但是 你除了要加强你的能力之外 各位 那你也可以选择 跟阿豪老师一起并肩作战 因为如果能力没问题了 那你要不要做 这个是态度的问题 你会有把你赚钱的态度 把它拿出来 你才真的可以在这个市场上 去取得 起货市场真正赢家的一席之地 这是阿豪的肺腑之言 这个是真的 所以今天 当大家都还在这个地方 还在浮浮沉沉的这个时间点 各位 下个礼拜 双十节 双十好礼 国家的生日 普天同庆 刚好也是阿豪个人的生日 所以光辉十月 好礼一加一 型态DVD 更重要的是趋势最终系统 我们有限量 那取得的一个方式 欢迎跟我们的服务人員 做进一步的咨询 等一下回来阿豪告诉你 那明天 适当的时机 在什么地方 马上回来 巴巴巴巴巴 雷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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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利达 满牛 投资 获利 雙指标 固德投雇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固德投雇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兆 旗鼓双赢一把兆 固德投雇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米银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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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胜纯米银 让虾厨变大厨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固德投雇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固德投雇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兆 旗鼓双赢 旗鼓双赢一把兆 固德投雇 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投雇 更加让一个人 变成一家人 从此为爱出发 欧洲年度最佳NPB Citroin C4Picasso Citroin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固德投雇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固德投雇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兆 期股双赢一把兆 够得投顾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好 接下来 好 接下来 发顾 下顾 天大师牌 顾摸顾 好 接下来 好 接下来 让你感慨五海台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华财经台 来 各位 期货 如果真的要赚钱 其实只有把握住一个原则 你必须在适当的时机 来建立合适的仓位 不用太早 但是也不能够太迟 什么叫做适当的时机 好 老师 那明天适当的时机在什么地方 来 各位 我们看到 60分线的部分 他今天的拉高 是不是架构出一个 头肩顶的右肩 那在绳子K线 暗示这个顶位 必然在线的前里之下 我相信在右肩的这个位置 你如果布下正确的部位 这个是不会吃到亏的 好 那如果说 老师那我现在是空手 我想要明天再进场的话 那到底那一个狙几点 那个布局的点在什么地方 各位 我们已经规划好了 在15分线它架构的 仍然是一个头肩顶的形态 那详细的一个点位 包括它的支撑压力 到底在什么地方 那哪一个策略 是一个安全的布局点 好多已经帮我们的货源朋友 做好精密的计算了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 如果说你自己在操作 你常常抓不到 那个真的适当的时机点的话 那当然你可以选择 跟着老师一起来并肩作战 那当然会比较轻松一点 而且更重要的是 下个礼拜一 就是我们一年一度的双十国庆 是我们中华民国的生日 刚好也是我个人的生日 那在这个地方 要真的一年就只有这么一度 好礼一加一 我们限量一百分 到底好礼是什么东西 直接拿给你看 各位非常注重形态 但是形态白白种 能够赚钱的就只有那几种 形态不求人 这一套DVD里面 就架构出来 针对台子起的部分 真的你胜率最高 而且最容易去抓到 赚得到钱的一个形态 在这个DVD宝典里面 跟着老师一起并肩作战的 这个是好礼一加一 其中的第一项 那很多人会说 老师你那个神之K线 真的是太神奇了 他其实是从趋势追踪系统 这个系统里面 他所运用出来的 所以这个真的是 很重的一份好礼 那今天 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我们双十好礼一加一 今天开始 限量一百分 详细的一个取得内容 欢迎跟我们的服务人 做进一步的一个咨询 也在这个地方 祝福我们全国的观众朋友 何佳平安身体健康 操作顺利 才能广进 本公司鱼所推荐 本公司鱼所推荐 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当之财务力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付投资风险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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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立则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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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则 够得投顾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照 旗鼓双赢一把照 够得投顾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我的时尚风格由我决定 我的世界我做主 德恩堂清亮潮进价 整副1680元 德恩堂眼镜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够得投顾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够得投顾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照 旗鼓双赢一把照 够得投顾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倒着喷也OK哦 无喷都发